20歲那年加入女團DayDay 即將出道 就差MV還沒拍 甚至被媒體譽為第二個子瑜 但幾個月後 無預警宣布解散 就單方面的被告示 然後我回去了 我回到韓國的時候 我回到宿舍的時候 我其實都很棒 突然遇到有一個台灣來的 他跟我說 你是不是風雨桐 我看過你的報導這樣 那我當下其實我就很錯愕 然後從那次之後 其實我有點 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都遮遮掩掩的 我怕被人家看到 然後或者是我回台灣休息的時候 我都不敢出門 我怕我也不敢跟朋友講 熟悉K-POP的人沒看過 一定也聽過的知名古道教室 左邊兩層樓高的巨型螢幕 剛好秀出今天的主角 哈囉大家好我是Devi 然後我的本名叫彭玉彤 你們可以叫我脫脫 那我現在在韓國 以舞者的身份在發展 提早來編舞 自己錄影反覆確認 26歲的Devi 加入1million已經5年 每個月花幾個小時 教導來自世界各國的 學生舞蹈 是再習慣不過的日常 C 7 7 8 1 2 N 3 N 4 再230名學生面前 熟練的交舞帶動氣氛 駕駛十足 5 6 在課堂是老師 下了課是學生們 排隊等著合照的偶像 每次上課幾乎就像 小型粉絲見面會 能有今天的成就 對他來說絕非偶然 就是我一開始 是從學生開始的 對 就是因為我為了 想要進這間公司 那我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 所以就每天來上課 然後拍攝的時候 我就盡量穿華麗一點 穿亮一點 就想讓老闆看到我這樣 回想當初沒有人脈 靠著一股傻勁土髮煉綱 四五個月後 還真的收到簽約通知 進公司有計劃 上節目也懂得抓緊時機 我就算好時間 然後我就給我們公司 老闆發訊息 我說我有話要跟你講 我想說的就是 請你把我放在這個團裡面 這樣子 我就說我想參加 我等了兩年了 我去了面試兩次 還三次我忘了 反正那幾次的人都不同 但是我都在裡面 談到這Debbie神情舉止 流露出自信 的確他沒有讓大家失望 從後翻到階梯一字馬 高難度動作輕鬆駕馭 連男涵街舞女王Lia Kim也點頭肯定 第一次 舞步是非常舒適的 非常柔軟的 非常特徵 有各種技術 特別是 在女性的動作 跟其他舞蹈員相比 很漂亮的角度 李阿勤是1M的聯合創始人 更是南韓三大娛樂公司的 首席編舞和培訓導師 超強實力讓她紅到 曾經受邀來台灣拍攝廣告 而Debbie一眼就吸引她的目光 我剛才想要拍攝影響 我剛才想要拍攝影響 所以我們管理員會拍攝影響 所以我們拍攝影響 現在拍攝影響了 她的拍攝影響 她最好拍攝影響 她的表情也很漂亮 然後她很漂亮 第一印象很漂亮 那我就要拍攝影響 從愛途晉升隊友 一起參加比賽挑戰極限 高強度的比賽 對科班出身的Debbie來說 小菜一碟 但畢竟身體不是鐵打的 歇性的背上貼滿貼布 是職業傷害 也是比賽的後遺症 其實我在參加節目 一開始的時候就受傷了 但我一開始其實沒有覺得說 多去在意 因為我就覺得 我以為是落枕 冠軍賽的時候 我那天突然不能動了 然後我就完蛋怎麼辦 那個時候算是我最 怎麼講 我壓力最大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 這是關於到我整個團 然後關於到勝負 所以那天 我們就彩排完的時候 就趕快去醫院打針啊 做了很多趕快可以讓我 不自動的東西這樣子 拿出敬業團隊精神在異地打拚 總是笑臉贏人的Debbie 也曾經跌跌撞撞 20歲那年加入女團DayDay 即將出道 就差MV還沒拍 甚至被媒體譽為第二個子餘 但幾個月後 無預警宣布解散 就單方面的被告訴 然後我回去了 我回到韓國的時候 我回到宿舍的時候 東西是都被搬走 我當時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的身體覺得 已經就是可能壓力已經到極限了 我回去一天 我當天晚上 我發的超高的燒 身心被逼到極限亮起紅燈 知名度也成了恐懼來源 突然遇到有一個台灣來的 他跟我說 欸 你是不是風雨桐 我看過你的報導這樣 那我當下其實我就很錯愕 然後從那次之後 其實我有點 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都遮遮掩掩的 我怕被人家看到 然後或者是我回台灣休息的時候 我都不敢出門 我怕 我也不敢跟朋友講 該去還是該留 終於走到交叉口 想了想決定再拚最後一次 其實前前後後 我簽了三間公司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 好像 你好像就真的 跟這條路沒有緣這樣子 我覺得你就回來這樣子 他一直要回去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求 我跟他說 你再給我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想 我不想要這麼輕易就放棄這樣子 我說 你再給我一年的時間 我一定進完美年給你看 這樣 秉持著擇你所愛愛你所責的信念 走過前幾年的飄盪 宜蘭女孩彭宇彤成了舞者Debbie 在南韓逐漸站穩腳步 期許未來成為全方位藝人 演出專屬自己的精彩舞步 我想在韓國出道嘛 但我雖然我最後沒有就是成功 但我覺得我還是有踩到那一腳 我說我想進完美年 我進來了 我說我想上節目 我上了 我覺得這每一個瞬間都是 是我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的時候 因為我想做 所以我做到了